1分钟命连眼红之人 今天跟各位分享 1分钟命连眼红之人 这个眼红之人不是说 看到人家很好 在那边嫉妒别人 这个眼红是真的眼睛红红的人 眼睛红红的人 除了正常在哭泣眼红以外 这个别开不讲 假如他是没有在哭泣 伤心的情况下 他的眼睛是红的 这一种就表示 他是非常劳累的一种情况 我相信你在劳累的时候 你的脾气会很好吗 不会 我们人家都常讲眼睛有红血丝 就代表你很劳累 但是他假如平常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注意 那就表示 这一个人的情绪 一直都是在很紧绷的一种情况 所以他的一个 情绪会变得非常的暴躁 暴力之气 所以你假如见到眼红的人 你能闪开一点就闪开一点 不然很有可能随便跟他讲几句话 他可能就突然暴走了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眼红之人 就离他远一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